滚滚长江,东是水,浪花逃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公杀热心一期视频 好的,那么本期视频的话,彩虹还是给大家看日常的更新 那么我们先话不多讲,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大忠诚 我们看主公选谁 好的,主公选择了我们的主流主公曹丕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主持人玩家选择的张让 如果这边的话,就是为了稳定一点的话,其实选寻忧也是可以的 因为毕竟寻忧和张让,或者说寻忧和张让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他们同根到底,或者叫归根到底 就是跟袁绍在曹丕局当忠诚的属性就是一样的道理 比如说,我们主持人玩家选择的是张让 那么张让的话,就是跟袁绍是一样的日战 好的,那么我们起手有一张南蛮入侵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除了有真南蛮中,我们还能偷懒南蛮入侵 好的,那么我们这张南蛮入侵肯定是要开起来的 好的,那么这个无懈可击肯定不着急打 我们看曹丕这个家伙,起手来翻谁 那如果他起手来翻我们的话 我们到时候再偷乱一个南蛮入侵 那你这样子的话,就该知道我张让是忠还是凡实战 好的,伤我者是被奉还 好的,这个借下侯敦受到我们的伤害之后 这个发动钢烈判定了黑的 然后是扒了我们一张是不是,我看一下啊 这个夏侯敦发动钢烈啊,钢我们 然后是雷莎 然后让曹丕宋威摸了一张牌啊 发动宋威啊,反正是让曹丕摸了一张啊 这个假装他跳了一个忠诚的身份啊 好的,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我们的曹丕是 第一个放逐选择的是放佐词啊 这个其实,呃,这边的话 因为场上对于曹丕的威胁并不是很大 所以说这里的话,他其实场上要想翻谁都可以啊 好的,那么我们第二张掏乱还是选择掏乱南蛮入侵啊 因为毕竟我们第一轮放的,第一张放的就是南蛮入侵 第二张我们还是放的南蛮入侵,是不是 好的,现在走啊,那么现在的话 曹丕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吧,是不是 因为第一轮我们第一张放南蛮入侵,你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第二张还放南蛮入侵啊 那这样子的话已经啊,就是告诉曹丕啊 我就是大大的忠诚 那当然,我们还是有当内奸的嫌疑,是不是 好的,那么我们这边的话,因为我们已经开过两轮南蛮入侵啊 就是说,卑米狐五张牌里面想要有杀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啊 就是说第三张,应该说准确来说是第二张 因为第一张我们本身放的就是南蛮入侵,是不是 第三张掏乱第三张的决斗啊 我们选择拒绝到卑米狐啊,也是成功的把卑米狐带走 然后曹丕也是成功的收了一大堆牌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收到了万念启发啊 那么有真万念启发,那不要紧,是不是 既然真万念启发开了,放了之后 那么我们就来一张假的万念启发,是不是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们是一个9,啊 铁锁连环,9的火杀 那这样子的话,司马仪如果想要来反馈我们 那么这张诸葛连弩他如果能反馈到,也无所谓 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掏乱了这么多次了 而且我们掏乱的万念启发还是没有放的啊 好的,那你司马仪牌比较多,那没事,是不是 你牌多,你架不住,我来掏乱火宫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司马仪虽然从我们这边反馈了两张牌 但是我们收掉司马仪之后 但是这个肥水不流外人田嘛,是不是 他反馈到我们两张照样给炒皮,是不是 好的,那么这个司马仪虽然反馈掉我们的联弩啊 我们这个这个联弩啊,还是轻而易举的拿到我们这边的啊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们还是选择救炒皮 因为司马仪是内奸啊,所以说场上已经不可能有内奸了 我们张罕就是板上钉钉的大忠诚啊 那么我们也是这个讨论的,其实也是差不多了啊 该用的都已经用完了啊 那么我们也是轻松拿下这一局啊 那么有机会后面的几局啊,搏一个好彩头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二把录像 好的,第二把的话我们是一个一号位的大主公啊 我们主视角玩家选择了我们的主流主公孙笨啊,我们的孙策啊 好的,那么孙策的话这边场上这个有对于对于我们比较威胁的来说应该就是黄盖啊 再说黄盖在孙策局也是可中可反啊 所以说在这个位置的话,我们主视角玩家去选择了比较远偏远位的公孙渊 当然在这个位置上的公孙渊 其实他的反贼属性更要比黄盖的反贼属性要大一点 我毕竟他在远位还能偷出这跟远位的流风是反贼的道理是一样的啊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我们的黄盖铁索连轴而行,选择跟我们制霸啊 这一张制霸的点是一张大Q点 那这样子的话说明了他是一个大反贼喽 他是一个大反贼啊 好的,那这边的话我们先给黄盖标一个反贼的标记啊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其实也是跟大家说一下啊 有时候我边说啊边标这个身份啊 其实我有就是说的比较叫 会把身份标错啊,大家其实谅解一下啊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的黄盖是一个反贼 然后上香这边的话是顺黄盖啊 也好去打黄盖了 因为黄盖的一滴血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值钱的啊 好的,那么这边的话四号位的公孙渊啊 果然还是没有这个逃出他反贼的这个身份啊 他果然还是跳了他的反贼身份啊 那这边的话我们的五号位曹植啊 那么在这个位置的曹植相对来说就比较偏中类的啊 然后在这个位置他开了南蛮入侵啊 这个位置如果他开南蛮入侵的话 这个如果七号位或者八号位的离点 这个是里面有一个是忠诚的话 我们会比较好打一点 应该会成功的送我们觉醒啊 因为毕竟曹植啊 他还是比较适合到内奸的一个武器啊 那么暂时我们这边可以给他第二个忠诚 但是曹植的这种打法又是九杀黄盖 又是九AK2下家的真姬啊 确实打的也是比较忠诚的这种身份啊 好的那么真姬这边啊 这个戒真姬虽然啊是戒的 但是他依然还是逃不出他红色落神的这个命 然后这边的话黄月音啊 铁索连环一啊 连了曹植和尚湘 那这边的话黄月音应该是一个大反贼 然后这边的话黄月音连了我们 再截我们连真姬啊 嘿这个黄月音啊 这个黄月音你他应该就是是反贼 但是他这轮打法打错了啊 你第一张铁索连环连的是曹植和尚湘 第二张连的是李典和我们 第三张铁索连环你应该单连真姬一个人 然后再九杀他 那么这样子的话黄月音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啊 因为他如果那一轮九杀真姬之后 我们应该是要直接挂命的 一来我们手里是没有九桃的 那么丧湘湘手里 虽然有五张牌 但是想要有 桃子来真桃子来捞我们还是较困难啊 所以说这边的七号会的黄月音 在说啊这个两血换六血值不值 对两血换六血肯定值 但是你的铁索连环连的就有问题了啊 所以说你 这个真姬肯定是不能卖的 因为一卖啊 孙侧的血线没有被压下去 反相对来说反贼的血线就要被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黄月音啊 也是一个我不知道他是酒喝多了还是眼睛有问题啊 反正这个 这个不算是小失误了啊 我以前也说过啊 打牌的时候啊 我们打三国杀的时候 小失误可以谅解 但是像黄月音这种的铁索连环 他就是一个大失误啊 所以说黄月音他嘲笑真姬 为什么这个出闪啊 发动清国 确实啊 两血换六血肯定值啊 这个大成尊嘛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黄月音的这个铁索连环连的就有问题 所以说真姬他肯定不敢卖是不是 因为你这样子的连法很像内奸啊 很像内奸啊 那当然场上内奸我们还没有出现啊 只是出现了这个孙岸湘和曹直是比较偏忠诚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曹直会比较偏忠诚一点 因为毕竟他是九杀黄干 然后孙岸湘啊也有当内奸的行业 那当然孙岸湘和曹直这两位武将 或者说这两名武将都能到内奸 试一下的话 真姬这边的话 这个从他和这个黄月音的这种谈话 或者对话应该也能看得出真姬也是一个反贼 那这样子的话 唯一一个理点 理点是杀黄月音 然后又选择来兵我们呢 所以说这个家伙不出意外应该他是内奸 因为毕竟他既想受深色觉醒 又不想让深色的状态扬起来 所以说这个规划者门槛还是比较精的 好的那你精的人肯定不能一直精下去的 这个有句话怎么说的 这个你千算万算 就人算不如天算 一个人门槛再精 你是精不下去的 你总有吃亏的时候 那相反 你一直吃亏的人也不会一直吃亏下去 怎么会有那个 比如说我们 这个 虽然我们前期是吃了一点大亏 是不是 又被黄月音乐 又被那个啥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还是 这个获得了胜利 好的 那么我们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三把录像 那么第三把的话 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大忠诚 主攻选择了我们的主流主攻 刘老板 好的 那么刘老板的话 这个 这个刘老板主攻问题不是很大 这个毕竟也是个主流主攻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主持者玩家 选择了司马辉当忠诚 我可以看一下他的这个忠诚的选量框 那当然他选司马辉当忠诚 肯定没有什么问题的 因为毕竟司马辉肯定是能当忠诚的 那这边的话 这个鲁织可以当忠诚 在刘老板局可以当忠诚 那当然曹批的话 相对来说当忠诚的能力就比较差 那么寻语的话 其实跟刘老板的配合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他这个借刘老板 所以说我们主持者玩家 选择司马辉肯定也没有问题 那当然他的选量框 也是非常的给力 那当然像陈道都可以选 那当然选陈道的话相对来说 就比较偏反折了 因为毕竟这个 你一来在这个位置上 二来的话 你这个 承到他的这个 技能定位 其实谁比较像 跟颜白虎比较像 也就是说 他的第一张牌的收益会比较大一点 那么第二张 造成伤害之后 他发动这个 一技能之后 也就是说 他不能对其他任何人使用牌 也就是说一张杀下去 他可以不讲道理直接命中 但是接下来的 更有价值的 比如说你手里又有乐不自主 又有冰浪称道 或者说有其他南曼万剑之类的 所以说 呃 陈道这个武将 相对来说 会比较偏反贼 那当然 呃 如果想要当忠诚的话 其实也是可以的 那当然 就要看总统到底怎么选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李延吉首是 嗯 都良啊 这个刘老板 然后杀刘老板 那这边的话 这个应该是一个大本贵了啊 你别看他看他二期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这个 我们的钢板云啊 钢板云给 这个 这个 我们的罗拉板 进行了 牙角啊 是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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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长时间 这个造音没出现 我对技能都不熟悉了啊 好的 那么 李延这边 这边的话 跳了一个反贼 然后走着这边的话 也是跳了一个反贼的身份啊 看一下 他是不是也是冰流了把 杀流了把 也是反贼身份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 一个顺手牵羊啊 把自己的身份也表现出来啊 嗯 这个 确实是一个反贼 然后这边的话 杀一刀啊 因为由于 他有是非嘛 是不是啊 你发动是非的话 厂商 手牌最多的 刚刚啊 就是在我们的回合 手牌最多的就是李延了 是不是啊 那就去把李延一张 然后我们的下号位的 这个鱼吉啊 我们不用去管他 是不是啊 他去 或什么啊 跟我们关 没有关系啊 所以说 虽然鱼吉这个残怨啊 可能会比较恶心一点 但是 尽量不要怕 因为这个 有时候啊 其实 从 啊 如果 三国沙的玩家 啊 有一定的心 就是说 你在排队里面 有一定的心机的话 其实更不用怕 不应是为重 也就是说 鱼吉他在一单挑的时候 相对来说 会比较强势一点 但是在多人场 他的优势 并不是很大 如果他是老鱼吉的话 因为 老鱼吉可以多次发动蛊惑 我们的这个鱼吉 只能蛊惑一次啊 所以说 这个新鱼吉啊 我们新鱼吉在 这个 多人场里面啊 他的发挥并不是很大 然后 这边的话 他既然蛊惑无邪的话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自己 是不是 因为我们一来司马辉啊 我们现在有这个影视的这个 嗯 技能的存在 二来我们又有天然的加一码 你们想要打到我 还是比较困难啊 因为毕竟 有影视啊 我一来不吃锦囊伤害 二来的话 我又加一码 你们想要打到我啊 还是要有点点这个能耐的啊 好的 那这边的话 我们的这个刘老板啊 发动活攻啊 这个发 看见 哎 鱼吉这边有藤家 所以说 鱼吉这边这个家 这个家伙我不知道他的心里在想什么啊 这个 有 我们已经很明显了 哎 因为我们暂时鱼吉的上方 所以说 我们这边啊 已经 竟然已经把龙蝇给了刘老板啊 鱼吉这个灰袜子还挂足甲 那就是说 他自己前面史前的 活的太长了呗 或者说 他呃 非常啊 自己啊 信任自己啊 蛊惑的这个能力啊 那 不好意思 那么 现在鱼吉这边的话 嗯 嗯 疼甲一雪啊 那如果 他在关键性的时候 如果 蛊惑陶子 那么我们这一步就要 置疑了啊 所以说 如果我们这边如果把鱼吉收掉啊 呃 如果能火山或者说雷山命中他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要去 这个 呃 质疑他的桃子 那当然啊 我们要记住 这个五目风灯 他拿的是方块二的桃子 也就是说 他如果到时候冰死的时候 如果拿方块二的桃子来 过桃的话 那么 这个 这张平桃我们没有必要去质疑啊 好的那这张是 嗯 方块二的桃子 那么他已经打出来了 所以说 下一轮或者说等到刘老板啊 或者说 这个 刘邪这边动手啊 如果能把鱼吉弄掉的话 这个 就可以 蛊惑他的桃子了 那这边的话 不知道这个规划子 也是拿到了一个真桃子啊 好的那这边的话 我们还是选择了把鱼印在刘老板这啊 奉印从钢宝云这边留给了 这个 医给了刘邪呢 这样子的话刘邪这边也是跳的是一个忠诚的人 好的那这样子的话 场上的身份应该就是很 就比较明确了啊 就是说红云他一开始就是这个板贼是不是 那么赵云这边的话 因为刘邪竟然也是跳的是忠诚的身份 那么 我以前也说过是不是 三国产里面有些武将他非中西版啊 他要不就是忠诚要不就是板贼啊 从一般的 这个武将定义上来说啊 刘邪他跟细致台啊 跟细致台啊 或者跟马良一样 要不就是当忠诚 要不就是当板贼是不是 那那么这个 如果不要刘邪当内心 我也没办法 是吧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刘邪竟然是忠诚的话 那么赵云这个身份呢 应该就是内奸了 是不是 好的 那么我们现在 左辞这边 画身的是仙徒啊 那么也就是说 板贼就是说想要通过不惜一切大家想要收掉刘老板 那么那不好意思 刘老板不是那么好收的啊 哪位将军 替震出弹啊 不好意思我这边是群势力的肯定打不了 那么 嗯 嗯 这个 我相信其他也不会傻乎乎的去揍他 那么当然 嗯 赵云这边啊 应该也是表露无疑啊 他手里两张牌如果 他是忠诚 肯定会响应 嗯 这个 嗯 刘倍的激将一来啊 你发动这个龙胆啊 是能发动这个牙角的二来的话 这个你手里两张牌是基本牌的可能性会更大一点 所以说你没有去响应刘老板的激将的话 那么这个赵云啊 那应该就是一个内奸了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啊 这个左辞化身强制 嗯 也是收掉了这个队友里言啊 那应该就是说想要去一波了 但是刘老板现在的状态已经扬起来了 你不可能一波就能打掉他的啊 那但是这个闪电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那当然我们司马会是不怕这个闪电的 因为我们有这个影视的这个存在啊 好的 那么这个闪电正式确实炸到我们身上 好在我们这里也没有龙凤云啊 所以说 这个我们影视的这个技能啊 我们是不去属性伤害的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这个闪电对于我们也是无效 然后我们是从刘老板这边 把龙蝇移过来啊 那借助这鱼几的那个藤牙啊 我们也是成功把他烧死了啊 好的 那么这边的话 铁锁连环一下 然后磁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好很好 非常好是不是 然后这边的话 他既然有雷击的话 啊 既然火攻刚刚已经看过了 他锁里是没有闪的 所以说这边的话 一个火攻 两个火攻 成功把这个赵云和佐斯干掉啊 我们也是成功获得了这一把生命啊 那么如果这一轮如果再收不掉他们两个 那也是也没有问题啊 想暗淫应应该就是时间的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第一轮火攻已经把这个 借助这鱼击的藤甲已经把鱼击收掉了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的主啊 两个忠诚联动也就是 来啦 来啦 去吧 去吧 就是手床大 Victor 你就跟出来 这 mounting路 qua 一跌理 这样的ído 的时候 告诉我 我们先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